黑象披风仿佛儿童剧人物 代表民进党参选高雄左男立委李博益 伴亲子原游会海打名人牌 刚刚跟小朋友在玩吹泡泡 都玩得很开心 小朋友都很疯 我发现你玩泡泡小朋友 我比小朋友更疯 我可以为了你延长那个开始的时间 让你多玩五分钟 鸡排妹郑嘉纯来到高雄力挺好友参选 李博益在台上和小朋友玩起气球键 把握暑假倒数亲子同乐时间 关注育儿议题外 诉求打造友善育儿环境 来减轻新手爸妈的负担 争取亲子选票 不管是阿公阿嬷或者是家长们 把小朋友带出来 趁暑假结束之前来泡泡店 蔡英文政府对于育儿政策 对于公共托育等等的 这些政策的执行有多少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来做这方面的争取 大人小孩席地而坐 参加亲子原游会 国民党对手李梅珍化身美食带路达人 好好吃哦超绝好吃的 拍影片介绍左南区巷弄小吃打空站 本尊在传统民俗乐走进果贸社区 左营男子这边大楼盖的比较多 都会遇不到他们 所以趁着这支普渡大家会下来 我希望多争取跟他们就是直接碰面 然后也争取他们的支持 把竞选小物亲自交到选民手上 李梅珍想拉近和选民的距离 趁着民俗乐普渡习俗走基层 瓦甘江江路线 下期训练 诸位打铃观众 欧宇博文高尘报导